3月11号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 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李克强表示就业是民生之本 2021年中国将继续坚持就业优先的政策 将就业放在六稳六宝的首位 就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家庭可以说都是天大的事 就业还是要让市场来唱主角 也就是继续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 一方面推动文港新增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拓展就业的渠道 现在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 已经涉及到两亿多人了 我们应该给他社保补贴 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权力保障 实际上也有利于灵活就业的市场 更加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中 202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6%以上 引发多方讨论 有的认为是积极的 也有认为低于预期 李克强表示 一时走得快 不一定走得稳 只有走得稳 才能走得有力 但是我们不是在定计划 我们是引导预期 我们希望把预期引导上 巩固经济恢复增长的基础 推动高质量发展 保持可持续性 尤其是和明年后年的目标 要相衔接 不能造成大起大落 反而会扰乱市场的预期 去年我们没有搞宽松 或者是所谓量化宽松 那今年也就没有必要急转弯 还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和可持续性 来着力 稳固经济 推动向好 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民生领域 如就医 子女教育等一些难题凸显 李克强表示 人民的政府 就应当以民之所望 为施政所向 2021年 政府总支出 要更多地向量大面广的 民生领域倾斜 特别是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 此外 对于社会关注的门诊费用 核实可异地报销的问题 李克强表示 要下决心逐步解决 今年 我们要 扩大 跨审 直接报销的范围 到明年年底以前 每个县 都要 确定一个 定点的医疗机构 能够 直接 报销 包括门诊费在内的 医疗费用 不能再让 这些老人 为此 烦心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全球蔓延 李克强在会上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 是一起突发的 全球公共卫生事件 中方愿意继续 同世卫组织一道 推动科学溯源工作 中方和各方 一样 都希望 尽快能够 查清 病毒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这样 有利于 切断 传播的渠道 更好的 或者更有效的 来防控 疫情 但疫情的 溯源 的确是个复杂的 科学问题 是需要各国 加强合作 持续的研究 中方是 本着 实事求是 公开透明 开放合作的 原则 态度 同 世卫组织 保持沟通 也支持 世卫专家 在华开展了 溯源工作 下一步 我们呢 还愿意 继续 从世卫组织一道 来推动 科学 溯源工作 李克强表示 全国人大就完善 香港选举制度 做出决定 决定很明确 就是要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的 制度体系 始终坚持 爱国者治港 也是为了确保 一国两制 行本志愿 去年 香港 受到了 多重 冲击 我们 希望 香港各界 能够 携起手来 尽早的 战胜 预期 实现经济 恢复性增长 改善 民生 保持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 中央政府 将会 全力 给予支持 谈及中美关系 李克强指出 过去几年 中美关系 的确遭遇了 严重的困难 给两国和世界 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中美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双方还是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 进行对话沟通 我们希望 中美 有多领域 多层次的 对话 即便 一时达不成共识 那么 也可以 交换意见 真性事宜 有利于 管控和化解 分歧 中美 中美 两国 有着 共同力 我们有许多 可以 合作的领域 在去年 多重冲击的 背景下 中美 两国的 贸易 仍然 达到了 4.1万亿 美元的 进出 规模 大概增长 8.8% 我们还是 应当 把 更多的精力 放在 共同点上 去扩大 共同利益 还是应该推动 中美关系 越过坎坷 往前看 向着 总体稳定的 方向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